AG赛讯是最不该被喷的 他们把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张凯怒喷风霄 危机意识实在是太差了 腰刀笔记已经过期了 风霄的团战那个危险意识真的是太差 差得不行 真的逆天 简直逆天 张凯为维护小白熊怒对小黑子 不当教练就变得智慧 伴随着AG第二轮拿到两连胜 大概率是能够稳在S组 虽然很多人对奶茶的BP不够满意 但是不能否认奶茶团队来了以后 AG确实是在争争日上 并且也拿到了最后一届试冠的冠军 算是比较圆满的了 不过赛讯组更厉害的是买人 先是从张凯的手里抢到了中益 当时除了TTG以外 其他队伍都没看出中益的潜力 所以才会被AG成功偷击 然后就是Hero打招呼 不让人拍大帅 AG义无反顾地拍了下来 目前看来这个决定也很正确 包括启用轩染跟买长生 每一位选手的作用都很大 要是单从这一方面来讲 AG赛讯是最不该被喷的 在TTG最想买谁 我要老实告诉你 就是我在TTG最想买谁 当时我也不想过了 反正就是 其实中益的话 在替补的时候 九伟就一直跟我说 九伟当时跟我说 这中益好厉害呀 一定要买它 九伟当时一直跟我说 他在二队的时候 还没有上大名单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说他巅峰赛遇到这个人 简直无敌 简直带坦啊 感觉得买呀 结果后面好像也没机会 然后TTG被DRG凌峰 这结果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张凯更是怒喷风霄 他的危机意识太差了 拆二塔却不探草 放个眼就没有那么多事了 难不成真因为新版本了 腰刀笔记过期了吗 下一步应该买下九估 让他带上最新版的腰刀笔记 所以我说啊 风霄的团战 那个危险意识真的是太差了 差的不行 不是大哥 你不知道那个大草没人探吗 这不搞笑吗 哇看的是真的让人生气啊 这什么危险意识啊 这推二塔不看二塔草 什么意思啊 这不搞笑吗 这死了一个守约就赶紧走啊 还一直上 死了一个守约又不是输了 这场比赛了 哇真的立天 简直立天了 最后就是张凯维护小白熊 怒对小飞子 他不当教练就变得智了 之前因为对小白熊存在偏见 还想让轻轻转打野 如今用路人视角去看小白熊 才发现他也没那么差 TTG之所以成绩下滑 轻轻跟风霄也要背锅 状态时好时坏 对吧跟下午都没有任何关系啊 你们不要不要瞎带节奏啊 小白熊一直打的都还可以的 一直说小白熊是什么什么什么毛病 不要说小白熊了 小白熊第三个红反的多好啊 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坦克能把节奏带起来 对吧 抢中前面帮中抢了线 然后让中路去下路拿了河蟹 然后又把公顺离的红给空了 我还要怎么打 所以说 我说这把小白熊这算是尽力了 没什么问题的 对吧 然后两分钟的边路 对抗路的那个河蟹 对吧 也是下午蹲去拿了 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四分钟 四分多钟的那个 四分钟的龙 以及四分五十的那个红 都是下午蹲去拿了 有什么问题吗 节奏都拉满了 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问题啊 我觉得他玩意是挺好的 节奏什么 节奏敏感度啊 什么这些 我觉得都是没得做 打得挺好的 不要说小白熊啊 小白熊哪里 哪里唱啊 我觉得不唱啊 挺好的 什么跟官方打野什么事啊 就打得别人打挺好的 你不要硬黑 不要硬黑 总的来说 AG自从换上奶茶团队 把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看走眼的只有夏竹 但伊诺经历了 最黑暗的三房时代 之后的决定 都没有任何毛病 至于TTG下个转会期 肯定是要分崩离析了 原班人马 很难取得好成绩 所以说 成绩变差 也不能全怪张凯 甚至当初他最想买的中益 也因为经理睡过头 被AG直接偷击 如果TTG买下中益 或许现在TPL的格局都一样了 大家觉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